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特别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我以为 作为员工 他只有在感受到 他与他所在的组织之间 存在社会交换的时候 他才能会去强化 自己与组织的纽带关系 才会提升自己与组织的情感 履行自己对组织的承诺 才会发自肺腑地 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业绩 否则 趁早离开 这才是辞职的真相 我并没有在这儿 鼓励你们离开疾风 我也没有想鼓吹我们御警有多好 我只是想把问题提出来 放在桌面上 供你们去思考 希望能够给到你们启发 但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 御警 御警的企业文化 首先就是互惠原则 我以为 社会上所有的成员关系 都是某种形式上的社会交换 同意吗 只要来御警就职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我愿意穷其所有 帮助你们实现你们每个阶段的人生愿望 御警有自己的文化传承 有自己的匠心传统 我们同样 赵总 你在这儿干什么 胡说八道不吹一气 我没有胡说八道 我在做什么你不知道吗 我清楚什么 赵总 您在这儿煽动大家 您是真的觉得疾风撑不下去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又何必大费周章地去找疾风的那些股东呢 您分明就是想趁机拿下疾风 算盘打得这么像 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这儿不欢迎您走吧 我告诉你 疾风是搞不垮的 这段时间 疾风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家肯定心里面会有疑问 也会担心 但只要我们一家人站在一起 疾风就不会垮 你们也是我们的家人 请大家相信我们 相信疾风 好 好 好 三叔 三叔 你怎么了 又不舒服了 没事 没事 没有 没有 没事 没事 行吗 没事就好了 三叔 这是康熙的那个寿陶吧 怎么在宰弄这儿 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藏家手里啊 小门 你现在真是好眼力啊 你再仔细看看 这支瓶子 是你爸爸亲手做的 是 那你自己知道了 是 christian的 是 那我说就是说的 是 engineers 就是这样的 你自己知道的 等什么 留意 你自己知道的 你自己知道的 你觉得自己知道的 你们与你自己知道的 你说的 就是这这准的 你不要理我 如果一点点 你把它比拒或者 你自己知道的 我说的 你自己知道的 你最设定的 他们就把你贵的 我把这支瓶子交给你 你也看到了 你爸爸的方骨手艺 已经达到了 宜甲乱针的高度 当年他做的这些东西 也舍不得砸 三叔我更是舍不得 所以 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 千万不能流失出去 被那些萧小之人利用 如果真的丢了 我们就再也看不到 你爸爸的这些精品了 那对于我们陈家来说 是很大的损失 今天交你来 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交代 以后 疾风就交给你了 三叔 您和三叔还年轻着呢 再说了还有彤彤 等过两年 他再稳重一些 我们交给他 小门 你不要推辞 三叔既然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意味着 把整个陈家 都托付给你了 以后不光是要打理好公司 做好疾风这个品牌 还要照顾好弟弟妹妹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爸爸当初 一定要我接受场子的原因了 我哥哥真是用心两口啊 他是要把老陈家的记忆传承下去 小门 我知道这个担子很重 但三叔信任你 我别人 你看这个颜色的过度 还有整个平体的光泽 完全看不出任何故意做就的痕迹 就好像 他真的跨越了几百年 这样放在我面前一样 爸是怎么做出来的 太厉害了 那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 摆哪儿 本来我爸爸做出来的这个 也不是为了卖钱的 如果说就是怕招惹口舌 就把他一直藏着 也太可惜了 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机会 把它分享给大家看 让大家可以学习观摩 那不是很好吗 是挺好的 还有件事 三叔又跟我提 接手疾风的事了 我答应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们一家人之间的那些隔阂 其实早就不存在了 而且我也真心地希望 疾风可以跟上一层楼 那你说 我以后是不是应该 改称呼您叫做陈总 什么陈总啊 咱们之前不是讨论过吗 这次呢 我希望可以从根源上面解决 推出天纸标的问题 警方的问题 所以 柯总 你愿意帮帮我吗 柯总 你愿意帮帮我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